張水星的這個問題 問阿寶老師 他這個價錢要用什麼樣的藥 簡單說啦 我們十字花科 十字花科你當然 應該要稍微注意到 就是說他的這個用藥 一定要有稍微注意 因為不論說什麼 有時候我們在說的這個藥 都只是尤其阿寶在說的時候 都會著重在什麼地方 著重在這個效果 比較沒去 比較沒去 當時說是不是這個安全用藥的問題 其實這是不對的 就是說 有時候在我們的這個財皮管理裡面 這個安全用藥很重要 當然這個安全用藥 我們也是一切去強調 有時候就會不小心就會講錯了 如果是有這種情形你來注意 所以一般 如果是這個藥 可能我們好朋友 這個在用藥上 用藥上 你一定要小心 好 我們同學朋友 他這個 種下去之後長頭 有生一個 這個白色 這整個 哪種 一個什麼東西 白白 就給他長起來 你會覺得說 整個都是生到整個都卡一張 這個白色 就白色的毛長在那裡 這應該是這個菌核病 這類的這個東西 所以呢 這個在用藥 大家就是注意一下 這一類的用藥 我們一般來說 這個撲滅靈這一類的 對於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你通常 我們還要加這個這個 一般用撲滅靈以外 我都會建議說 你自己一點點的這個 雅脫民 這個作品下去 這我來說 是有一定的這個效果 這個 因為 我們看到 那種白毛白毛 這種 這應該是一個 這個 菌核病 這類的一個 這個情形 這是這樣的東西 他在 濕度很高 環境很高 的時候 不見得 不見得 會 不見得 產生菌核 他的產生菌核 是什麼情形 就是說 他那個環境 變得比較乾 或是 他就會變成 有一個 這個菌核的 一種的 情形 所以有時候 他就比較容易 有這種情形 當然 他在這個 長頭 這裡 如果比較嚴重 濕氣不濕 的時候 他會稍微 讓他 操打操打 這種 有時候 有的 利庫病 這種情形 和利庫病 很像 但是這個有法白毛 有法白毛 是因為濕度高 會有點黏黏 這種白色菌絲 這種應該是 這個菌核 所以你要用這個撲滅靈 一定要加撲滅靈 為什麼 阿婆說 叫你用 雅脫民 有時候分不出來 你知道嗎 這個 大概是這一類的事情 所以 一般來說 當中就是這樣 所以 在這裡必須要有好朋友 先做一個 人家說要分分清楚 一段時間是白癡 我們可以知道 這應該是 應該是 這個 這類的 這類的 這個 因為 菌核病 跟白癡病 很 很類似 所以這應該就是這樣 這個情形 所以 在這裡必須要 讓好朋友 了解到 所以 大概就是這類的 現象 有時候我們在說的 就知道的時候 有一個 苗栗枯病 有時候 如果沒看到白癡 很有可能就是苗栗枯病 所以我們通常 在世藏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 用什麼東西 冰克龍 冰克龍 有一點點效果 所以 大概是應用的時候 我們有這樣的折返 所以 可能 很多 白癡 不是說像我們 好朋友協助的 這個競爭這麼明顯 譬如說 它已經有看到白癡很明顯 看到白癡很明顯 看到白癡很明顯 表示很大 一般是很大 很大 這種的 提起的時候 就 很容易來 申請 這個問題 所以 大概我們看到 就是這樣 比較有辦法去確定 因為你會看到白癡很明顯 就知道是菌核病 所以 因為 這個菌核 和白癡很類似 有的 這個類似白癡病 其實白癡病 最後 有的 大部分都會產生菌核 一顆一顆 有的是比較近 有的比較沒有 就是說它不一樣的菌種 有什麼差 等於這兩個是很類似的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撲滅靈 因為這個白癡病 裡面 一點點 好像也還蠻有用的 我們說的一點點 什麼東西 一點點牙脫民 這個好像 但是 如果沒有看到白癡 他的長頭 他還這樣 黏黏 乾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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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 所以 想想我們搭配使用 這個原理不是在這裡 讓你稍微了解一下